9號下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宣布了 全台沒有確診的個案 而這也是連續第四天 全台並沒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 426病例當中一共有311人解除隔離 還有112例住院治療中 其中有7例重症住家戶病房使用呼吸器 另外3人則是裝葉克膜情況穩定 不過外界關注的磐石劍抗體結果到底何時出爐 本來要開相關的這些血清的檢測結果的會議 不過我想這還需要一點時間來釐清 指揮中心強調所有官兵集中檢疫 滿14天都必須採檢一次 一旦有人呈現陽性 其他人得再多留一天進行採檢 以免有漏網之魚 不過有官兵女友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有意識PO文 必須坦白說 連他們都覺得很神 但這真的沒辦法作假 相對都是比較年輕的人 這艦隊裡面相對都輕症的比較多 是不是跟這樣的一個情況有關係 那也要持續予以觀察 國內疫情趨緩 無意連假成為下一個壓力測試點 這只有疾管署前官員認為 可以作為測試潛在受區感染的試金石 而陳時中看法類似 在一個人群的移動的風險稍微增高的情況下 觀察整個社區的變化 這也是我們的其中的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總統蔡英文表示 現階段連假期間還有疫情管控得等 我們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但不能松懈 新美市市長侯友宜也說 連假各風景區管制 還是會照以前一樣一時疏忽的代價不能承擔 面對無意連假中央地方補緊神經 希望台灣零確診紀錄可以繼續維持